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想象着我们这期节目 两千万观众不在话下 李毅老师得去贴吧里边发个帖子 对 这个第八出征 寸草不生 而且今天我也很激动 我说今天我要是挑着干一架 我这就寸草不生了 我感觉多好 你激动的谈都上嗓子了 我听说李毅老师来昨晚上没睡着 一直等天亮了 这个财富兄 你为什么就想到聊这个话题 你想到应该找李毅大帝来 因为我觉得中国最懂球的就是李毅了 还是从专业角度来说的 你不是把其他人都骂了吗 这个我觉得那个潘老师有点这个抬高 其实中国懂球的人有很多 只不过说我现在正好空闲 这是最适合枪枪的 而且具有新闻评论素质的就是李毅老师 那这个真的李毅老师 你知道我就有点鸡贼了 我说这个能赢还是能输 关联到我们今天这个口风往哪说 你要说臭他吧 万一今天晚上赢了呢 你这明天咱就招骂了 对对 所以先预测一下 尽管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啊 这观众正好检验 你们的判断力 刚才我跟李毅我们俩说的 哎这是乐观 我预测中国队要赢 因为中国队输一场赢一场 就是基本上会输一些重要的 赢一些无关重要的 所以对吴兹别克这一场应该赢一下 撩拨一下球迷的情绪 然后再输 那李毅老师呢 其实对我来说输赢不是最重要的 这叫什么说法 先听我说文桃老师 因为我觉得国家队教练的 我不是教练 因为什么我觉得足球 你不能通过一场比赛 或者两场比赛去否定一个球队 或者去肯定一个球队 其实我觉得这支球队 其实本来我们看不到的12强比赛 我们等于说是捡了一个红包 是一个说一话是一个大礼包 我们才有幸进到这个12强里 我们知道之前这个比赛 其实在主场队卡特尔的时候 在西安的时候 是因为赢了卡特尔 然后再加很多种因素 我们才搭上了最后一场末班车 15年后才进入到这个 淘汰赛 12强的淘汰赛 所以说我觉得进到淘汰赛 我们就已经是万幸了 我觉得我们的心态摆正的话 去看球可能会让大家的心情很舒畅 也许会给你带来惊喜 我们常说的 你希望越大 他失望越大 你反而不看好的时候 他可能会给你惊喜 您这个话达到这个老祖宗圣人的水平 就是四个字嘛 知足常乐 对 能看上12强就不错了 我们已经15年没看了 而且我觉得确实 其实这么多年来 其实我们要感觉 如果我们每一届都在12强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咱们好不容易能看上这个12强 是因为咱们达到了12强的水平了吗 我觉得其实是在这左右 就是运气好或者发挥的好 就是我说现在的 现在国家队队的水平 运气好发挥的好 可能进入到12强 就包括分组 如果运气不好 或者分组不好 或者状态不好 有可能会排除在12强以外 我觉得以中国队的实力 是应该勉强能进入12强 但是因为这几年一直在走衰 就自我的认同和自我定位 都低于12强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实力 就打了八折 表现不出来 等于咱们是构上了12强的最低水平 目前这是咱们的现状 基本上第12名 第12名 那咱们可以看看一些图片很有趣 这网友传上来的 你瞧 赢了咱们的叙利亚队 在球场上 当然高兴了 对吧 然后你再看人家比赛完了之后 在西安逛街 人家买的是咱们这个 大减价49块钱一件的 这个最后三天 人家球员在中国就抢购这个便宜的货 于是 这个有网友就说了 这个大帝你可以回应一下 说这个身价百万的这个中国足球运动员 看到人家这个抢便宜货的这一幕 会做何感想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说为什么呢 其实虽然说叙利亚他的这个生活 包括现在这个国家的战乱 但是我觉得其实足球场上 他是不分这些的 其实这些人 他不是在叙利亚本身的 这些人他都是在国外踢球的 包括以前说说的伊拉克 其实这些队员 他可能从小就接受这些足球的教育 足球的这种训练 他到了一起 他的这种凝聚力 反而可能会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反观我们可能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场 我们的优势 给了对场上队员太多的这种压力 太多的这些包袱 反而束手束脚 这是我的认为 啊 他这意思感情是这个球迷给他压力太大了 对 这就是主场对叙利亚这场比赛 不光是球迷 包括媒体 我觉得国家队没有发挥出他本身的这种水平 对 我刚才我们先聊 爱说呢 我觉得国运跟球运的关系不太大 这07年的时候 就是伊拉克被美军啊 什么搞得惹的都不行了 伊拉克拿了亚洲杯冠军 还有这个克罗地亚 98年的第三名 那时候南斯拉夫已经分成六个了 嗯 俄罗斯队惨的时候 排200多米队去买一个面包 什么之类的 那俄罗斯那时候提的非常好 所以他的足球水平 不会因为你国家 这几年突然战乱了 而去下降 就像中国队的水平 不会因为这几年 我投入增加了 去上升是一样的 他有一个滞后效应 伊拉克 我估计十年之后 踢球的人会少一点 因为他其实打仗的时间太长了 啊 他是有一个孩子成才 有十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滞后期 那我是不懂球了 就叙利亚的这个水平 跟中国队实际水平怎么说 应该说是中国队要高于他 高于他 但是足球往往就是这样 足球是团队的项目 就是往往你再好的这个球员 你有时候你状态不好 或者你没有组织好 你可能打不过我 就是所以说足球为什么精彩 就太多这种倚弱胜强的这种例子 太多太多 但是怎么咱们中国队 这个倚弱胜强的例子就相对少一些 然后呢 该赢不赢的例子相对多一些 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背负的东西太多 就是说刚才这个潘老师也说了 就是当时你看好他的时候 他往往打不好 你往往没人关注 不看好他的时候 他有时候能够带来惊喜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执教的艺术 但是这我跟您抬抬杠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 说背负多大压力 如果这事就是说大家一对你 也背负希望 你就赢不了了 然后大家不都不看你 扫着你 你都反倒赢了 如果你还是个这个心理状态 那你的职业运动员 你这个心理职业运动员 也包含了你的职业心理状态 对对对对对吧 那全世界的运动员都有压力 对 你不能说你你最娇气 哎呦你们可别对我寄予 好吗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先进足球水平的差距 其实不在技术战术 可能差 但是差的不是太多 差的更多是哪 是心理 是这里 就光差在脚头 差在心理 对对对对 在欧洲有个叫欧洲中国队 就是英格兰队 这俩队就被称为世界热身赛之王 就为什么热身赛之王 就是热身赛没成绩要求的时候打得特别好 中国队 我记得南非世界杯的时候打法国 把人家打得满地爪牙 也不能说 就是赢了 一比零赢人家了 英格兰那时候也是 但是他就是放松的时候能发挥出来 这个东西没法解释 没法解释 你不提 你不生灵其境的时候 你是感觉不到那种 就跟一代力队热身赛踢的都不行 真正到世界杯的时候 你多强的对手围着他干 就是干不进去 他就是一股民族性格 也有 他有这种历史传统 我真的是很难身临其境 但是我非常好奇 就是说 你看他足球 他还是 他不是一个人 对对对吧 你说的这种心理状态来了的时候 是不是你会产生一种幻觉 你觉得整个队员状态 都在一个状态上 这个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说是11个人呢 他会相互传染的 会影响的 比如说这场比赛 我们11对11 其实这场比赛 比如说刚开始 我们队有两个队员或三个队员 他状态不好 或者就是说 他会影响到其他的人 那可能整个队 他就会往下走 如果这场比赛 有两三个队员 在开始的时候 他状态特别好 比如说守门员 扑出几个必进的日球 他会提升这个球队的士气 那这个球队可能就越打越好 那可能就是说 就是本来他是百分之百的战斗力 他可能会产生 百分之一百二的战斗力 会把强队给干了 所以说这我们常说的 就是以弱胜强 就是这样 但是有的时候 你要看在球迷的眼里 有时候也有一些奇观 我也不明白 就是因为我也不懂球 就是人可能不可能 你看有些国足的比赛 我觉得从心理状态上讲 他是应该非常紧张的 压力非常大的 可是为什么在球迷眼里 部分球员会出现闲逛的行为 就是一个人有可能心里特别紧张 但是看上去 他好像在那溜边闲逛 这个矛盾吗 这个他不矛盾 他有可能是心里特紧张 但看上去倒像是在散步 这个因为足球场上 他不可能永远是在这种高速的奔跑当中 他是有一种 比如说他有休息的时候 有拳术 有冲刺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时候 他可能也是在自我的调节 好的运动员 其实最优秀的运动员 顶级的运动员 他就在这种重压之下 他能把这种压力变为动 但是稍微差一点 或者他可能会把这个压力背负 其实我就说一个欧洲杯这场 欧洲杯葡萄牙 在前两轮的比赛 C罗被骂的满地爪牙 最后客场 第三场比赛 他们是3比3 凭了匈牙利 凭匈牙利3比1领先 C罗那场比赛 一个人进俩 传了一个 就那场比赛 他一下就把这个葡萄牙 带进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淘汰塞 对 这个就是一个球星的作用 他是顶住了这个压力 他把它变为动力 去改变了整个球队 一个人能带动一个队 哎 所以 那你说中国队 现在有这样的人吗 现在C罗全世界也找不到 也就是 就是球队 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像一个猴的部落一样 他是需要有王的 对 需要有王 他确实他跟这个民主社会不一样 他是需要有一个 有一点专制气质 大哥领袖范儿的 范志毅那种王 他把你那妈跑啊 你不跑我那么踢你 这个劲儿能够给揪起来 就你会发现 阿根廷队为什么战绩不好 其实梅西的实力真的特别好 但我觉得梅西就不会去骂人 他缺少 真的 马拉多大这样的霸气 其实在制球场上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 有一个领袖 领袖什么 领袖他不是说光技术踢的好 其实更多的是在场的精神 他是就是这种王者之气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我心中当中最具种王者之气的 就是当时曼联的那个基恩 他的球技其实很一般 经常踢人什么 但他在场上 这个曼联啊 就像一个永不复苏的斗士 他总是能在90分钟加的时候 他最后能够把球给搬回来 就因为他永远不服输 一场如果有两三个这种人 他永远在不服输 在挑逗你 在跟你斗 在跟你干 那你这个球队 他绝对不会差 那你中国队历史上 你觉得有谁 有种这种王者的感觉的 曾经或者说曾经有过吗 你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吧 其实真的就是说 我当时那时候其实也说过 就是说这个球场上其实需要球霸 那但这个球霸呢 只是限于球场上 在场上 不是在场下 在场上需要球 因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想在场上 几万人观众在喊的时候 你教练这种传打 队员听不到的 对 你场上必须要有队员 他能够及时的领悟到 你主教练的意图 他在场上 他就等于是一个主教练 等于就是说 这时候我在带着你们 在这打仗 知道吗 那更多的时候 是靠他来够领导 这个 哎 我再给你提一个外行的问题 就是说 你看我平常看球 我也觉得足球场那么大 有的时候 你感觉执行这个教练的意图 他好像就在场边喊 你也听不见 听不见 有时候换人他在耳边 你听他盯着几句 啪一拍屁股上去吧 他是怎么 这个意志是怎么传达 给所有的人改变战略了 或者是 其实在场上 就是说 从主教练和队员之间 最简单的沟通 其实是一个手势 是一个手势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主教练的 他是一种人格的魅力 很多东西 其实你在场上 你喊再多 就像我们 就是作为主教练来说 你比赛之前 你跟队员说再多 你没用了 他听不进去的 其实比赛之前 少说 就是说 大家OK 让大家能够 自己集中精力 说再多 他听不进去 你给他开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会 他都睡着了 你说他听得进去 你这时候就要简单明了 把技战术一布置 角球定位球一说 其他的东西OK 场上更重要的 主教练是在场上的 临场辩证 就是对手 这时候我们领先了 我们落后了 我们少人了 我们多人了 或者 这次战术的变化 其实是一个主教练的 所以 所以有一些好的教练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表演家 你比如像福格森 像穆里尼奥 瓜迪奥拉 对 动作很夸张 就这样 然后逮着那个第四教练 恨不得要打 他其实是演给球员看到 对 球员用眼角看到 我的教练疯了 我干嘛得干 对 就是有一些教练 就拿着本那一做的时候 他的球员有点面 比如说乌曼阿森 他的教练 温哥 他叫个儒雅 德国队肯定一看见 这教练都开始文笔水 他就掏裤搭了都 掏裤搭了 没字 他上面有点闲心 对 江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些教练 那大帝我是看见你 后来就是叙利亚这个提完了之后 你好像都不评论了是吗 你只是说了一句 就是说那些烧钱的俱乐部 能拿十分之一什么去给孩子们提 你觉得这是根本问题 这个是绝对的根本问题 其实现在的国家队是八九年的 以八九年为主的这一批 这一批当时就是我们还在提的时候 其实当时他们这一批的人就已经很少了 你现在不是说高子岛 你换任何的主教练来 他就这些人 他就这些菜 你能让他炒出花来吗 你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双戀没有这个基础 最简单的 现在就是国家的这些人 你现在抢 各个俱乐部在打破都在抢 本来是一百块钱的 现在得卖到一千块钱五千块钱 为什么 物以稀为贵 没有这些人 如果你有更多的人 比如说我有一百个这样的球员 或者一千个这样国家的球员 供主教练去选择 那主教练来说他幸福死了 他现在救的死 二十来个人 他挑来挑去 他救这些人 你说他怎么办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确实 那种简单说 中国十三亿人 干不过一个五百万国家 这种事根本就不懂球 对 这是男足的数据 我不太清楚 女足最惨的时候 注射球员三百个人 你打不了一个联赛的 实际上 对 你根本踢球的人都没法凑够的 所以就刚才我跟李 我们还说是 就中国的小孩 为什么踢球那么少 就黑哨最黑的那十年 那十年完全没小孩踢球了 只要孩子的爸妈说 你踢球我就揍你 就那十年断档之后 你从现在再开始培养 需要还需要十年的功夫 又得十年 那为什么现在孩子们 好像踢球的越来越少 因为现在这个足球环境 现在的孩子现在越来越多 现在从97年以后 现在的孩子就是说 会越来越踢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 现在国家重视 现在整个足球的环境氛围 也越来越好 对 包括现在足球运动员的收入 这个行业也是 大家都说 你要踢球 现在这 对 你知道很多人 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项目 所有人他都愿意去踢 就像现在很多正人秀一样 现在这些出个节目 为什么这么多孩子愿意去 快呀 对 来钱快 出名快呀 我一下就快了 但足球这个是慢活 他就要靠你长年积累 你不是说 我今天踢一天 我就能出来了 那不行 你要是靠 这是要靠活 而且淘汰率高 所以说 为什么现在踢球的孩子 越来越少 跟这个也有关系 但是对 你讲的是一个长期的发展 但是我还是说 那为什么 你就现有的这些球员 该赢的 你就赢不下来呢 就你的归咎于原因 就是说心理状态 但是你说这个心理状态 难道不是你水平的 技术战术水平的一部分吗 这个是我们在从小的 就是说在训练的时候 其实就我刚才说到轻训 这个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说到轻训 就是说轻训的时候 现在我们国家也在重视轻训 很多东西在搞 但是我说的是轻训基础建设 现在踢球的孩子 第一现在是这个轻少年教练 还抓轻少年的 三天化不离本行 我轻训也行 一线队我也行 大地 就是说轻训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轻训的基础建设不行 我说轻训基础建设不行是什么 第一个 现在踢球的孩子多了 但是没有场地 对 如果我们现在真的想抓轻训的话 你现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 你 我不多了 我不说多 你一百块 或者五十块 这种天然草 让孩子有这些 有地方去踢球 对吧 他才能更多的人去 再一个 现在这个轻训教练 匮乏 就现在有教轻训的这些孩子 但是呢 他们 别说职业队了 专业队都没有 你说这些孩子 他们是最朦胧的时候 需要用专业 就是说你让他们能够教他们更懂专业的人 去教他们 他可能才会有进步 他现在 就说这些教练 他有的自己都不明白 他都没踢过球 你说他能把孩子教好了吗 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对不对 这时候画上 对 是最重要的 这里边我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们中国租协不能花钱 请一百个以上的青少年的国外的教练过来 带各个小梯队 比如说 他就当精训教练的教练 我来教中国的青少年教练 去怎么去教小孩 我觉得比他当中超的教练 其实价值要更大 现在其实我觉得作为国家来说 包括作为主席可能也在做这些事 我刚才就回到文涛老师刚才那句话 为什么说现在中超的投入 现在都是十亿期二十亿期 就花一千万一个亿买这些人 就是说你现在 就是说我说的 其实更多的 就是说这些青少年的这些教练 其实还是本土的更好 因为他可以直接的沟通 国外教练来了 他要配翻译 翻译他再加上中国的人情 国情 他又不懂 所以说他很难 就是说能够让这些直接能够对接 他可能来教教练 教教练性 教孩子 我觉得可能 我说不是说不行 可能稍微差一点 但是现在有很多像踢过职业队的 包括专业队的 他很多的这些队员 其实他也愿意去做这些轻训 但是现在轻训的这些教练的待遇 各方面太低了 所以就没有人去 你就说现在打个比方 你在一线队 你做一个助理教练或者踢球 打个比方 他挣一千块或一百块 你下面这些基层的教练 他可能再挣一毛钱 就是差距太大了 所以就没人愿意去做 如果这个差距 你把它缩小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热爱足球的人 他愿意去做这些事 但是你看 从刚才咱们看那照片 那叙利亚人买那个大减价的 你说这个足球跟钱有关系吗 这个是 我曾经就是说 这么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你有钱 你不一定能把足球搞好 但是你没钱 你足球肯定搞不好 虽然说叙利亚伊拉克 他现在没钱 虽然说 但是他想往上走 他还是 他可能偶尔一场两场会打好 但是这种持续的 他肯定是不行的 足球必须要 他要把钱花在谁身上呢 球员 球员教练 包括基础建设 你整个国家 你比如说具备了这些 所谓的这种基础建设以后 你的肯定自然而然 这个就像我们盖楼一样 打地基一样 我想盖个100层的楼 我的地基要打多深 我只打到了30层的地基 我盖了50层以后 就是泡沫 就是不要再高 可能就倒了 举个例子 就是非洲的 就是非洲在 一二十年前的时候 其实被预测 就是足球的卧土 就是以后的世界冠军 对 世界冠军都在非洲 因为他身体素质太好了 但这些年过去了 你会发现 他们成绩又下去了 就世界那些战乱 贫穷 腐败 黑球 那个巴西世界杯的时候 那些球员就等着 足球员你给我钱 我就上飞机 不给我钱 我就不踢 所以到最后 还是只能依靠国足 去维护世界和平 对 西里亚各方 停战48小时 造谣 千千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那李大帝 你曾经说过 就说这国足 得有点西北狼的精神 你觉得这精神 管得到勇 这个精神呢 其实在 我们常说 两军相对勇者身 就说有时候 在这时候 双方水平差不多 那如果说你水平差了再多 你比如像我们 跟这个什么德国队打 你再拼也没用 你惨断 你就是恨不得 拿嘴去咬人家也没用 因为你水平差距太大了 但是我们和亚洲这些球队 虽然说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如果我们打出精神 就说这种拼搏的精神来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不可能的 你看那个时候 女排不就在争论吗 拼搏精神 后来狼平不后来说吗 说光靠这个精神 你也不行 精神不 但是为什么就说是球迷看不懂呢 还是怎么回事 经常球迷对国族的批评就是萎靡不振 我就刚才问你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精神压力应该是很大的 但是这个压力难道会导致萎靡不振吗 会的 我参加一些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我就出现过像你说的那种教练的底下 你跑哪去了 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跑哪去了 我就也提不起诉 我也跑不到我的位置 我铲球也铲不出去 因为我太紧张了 那这个紧张会表现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吗 不是懒洋洋 紧张的时候有好多 就是说在我那年代的时候 有时候紧张的是什么 他躲着球 你比如说我 我就有人盯着我吧 你他躲在人身后 那我就不敢传给你了 那我一场 本来说我一场我能出球大概在三十次或四十次 但我这场我出球就在十次 不敢 对我怕失误 不敢接球 就躲着人 或者这个球在平时 比如说在国家队 在俱乐部里面 这个球我拿着 啪一趟一摆 一脚就进了 但是在国家队这球 我拿着他 万一丢了怎么办 他看他一哄 他有这种心理压力 我当年我也有过 我觉得李毅的心理素质实在是超强的 因为全场哄李毅的次数是很多的 是吗 但是咱这个蹦步回旋玩的还是溜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 我初中的时候踢球就是这样的 因为踢的最臭 只要球一到我脚下 我就听你周围一片臭 所以我到最后就养成我 怕 对 你躲着球 对 你说这心理我能理解 就是说现在中国队其实还缺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说其实说了拼搏精神 说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最缺一个什么 缺自信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中国这个球队可能这么多年来最缺的这种 你以强打弱你也不自信的 我说的自信不是说这种自信 我说的自信是在场上你体验出来的 我的拿球 我的传球 我的射门 我的跑位 如果我们在场上能够 比如说在一场比赛当中 能把我平时训练80%的水平发出来 发挥出来的话 但我觉得基本上没有 中国队表现 对有些对的人是有自信的 你比如说踢韩国队就特萎靡 很怂 踢日本队的时候就好一点 因为我们历史老赢日本队 这日本队个小 我们一扛他就扛得住 所以我有时候跟中国队跟日本的比赛 中国队反倒是发挥的还不错 是不是有有这么一个 其实这个在那个什么足球术语上来 就说是一种相克 就像冰种一样 有相克 相生相克 有些队他就克 不认为 不认为 不认为